好,那我們現在就真的來試看看怎麼做錄影 你看從上面這個地方,叫做補貨幻燈片 意思是一樣的,就是做螢幕錄影 好,點開之後呢,它會告訴您 請問您要怎麼樣的錄製方式 怎麼樣的錄製方式 那您在錄的時候呢,如果你是要全螢幕的 就是第一個預設的就可以了 那往下走,你會看到還有所謂的智能補貨有沒有 很像大陸的翻譯對不對 其實它之前的中文翻譯,早期有翻體的翻譯 並不是直接翻這樣,但是呢 所以智能補貨就是拍照片跟什麼 錄影一起啦,自動判斷的意思 所以原則上如果我們要全都錄,就會用第一個預設就好 好,那你選好這個之後呢 你可以偷看一下,其實它也有快速鍵 您看這邊 暫停Pose,對不對 停止Ctrl加End 好,Ctrl加End 取消Ctrl加End 那不管怎麼樣,如果你不想記快速鍵 等一下也可以用按的 只是這樣看起來比較不專業而已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囉 OK 那我就錄了 好,有沒有發現這個時候它出現一個框框 是不是要跟我們剛剛一樣,要給我們做錄影用的 只是它沒有錄我們的Webcam的畫面而已 它就是幫我們錄螢幕 那你就可以先切換到你要講解 比如說我想要講解這個內容 好,那先確認一下 我這個麥克風這樣有沒有收到聲音 好,有沒有收到聲音 當然,你的大小目前就是這些指定的 好,因為我們的簡報原則上就是1024768 好,1024768 有沒有開始倒數三秒 這樣就開始可以錄製了 就開始可以錄製了 但是呢,如果說你在錄的過程 欸,我想暫停,或者怎麼樣 停止,真的停止了 怎麼辦 快速鍵賣掉了,對不對 來,看這裡 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下面這裡有一顆東西 看起來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嗎 有沒有這一顆 你就點它一下 那個操作的就會跑出來 好,那如果你沒有在這裡看到 怎麼辦 因為有的人他這一顆會藏到裡面去 有沒有,像我現在是不是藏到裡面來了 請問該怎麼辦 你還打開這樣 讓人家看到你這個 這樣就越不專業,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它拉到外面來 叫它來外面 按著它 叫它 叫它 你不要再藏到躲到裡面去了 好,這個時候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覺得有一個工具好像跑出來 是不是正好是你要的 對不對 看你是要停 要暫停 還是要那個 都可以 好,我想要先停止了 我就把它按一下停止 這個時候它就會把你錄影的影片 加到剛剛的這裡面 好,你們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我們講完這個第一個簡報 頁面之後 我就開始用錄影的 是不是在這邊 在這裡 欸,萬一順序錯了呢 鄭老師不可能不會 對不對 它會調整順序 有沒有都一樣 都一樣的齁 所以這樣 有沒有問題 這樣是不是就會 做什麼 做錄影了 欸,所以其實Eddie Render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在這一塊 是相對來說 是蠻靈活的 而且 我剛剛講過 我部落格主要用這個對不對 因為我常常會吃螺絲嘛 哈哈 因為裡面 不是面對大家的時候 我會吃螺絲的話 怎麼辦 要剪接啊 他 剛剛我們看的是 聲音的剪接 那影片的剪接 其實功能是一模一樣 功能一模一樣 我就先講下去了齁 老師回去有空再練習 沒關係 您看這邊 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會發現 現在上面是不是都沒有 那個時間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 刻度上面按一下 隨便的地方 有沒有時間走 那一條 時間線就跑出來了 好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比如說你看 我就發現 前面我頓了一秒鐘 有沒有 是完全空的嘛 這裡不用 我就把這一段 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 我就脫那個綠色的 好 那你選起來之後 上面這裡就可以把它移除 這個我們剛剛的方式 好 你就把它刪掉 所以才能自動往前的 那還有一種方法 還有一種方法 還有一種方法是什麼 你看喔 我如果是在中間這裡 比如說我剛剛錄到這一段 欸 糟糕 這裡應該再補充我另外一個簡報的內容 怎麼辦 重錄喔 不要啦 這樣很累呢 我常常都偷懶 我已經錄一段之後 我只要補錄其中幾段就好了 所以 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你看喔 我游標在這裡 游標指定好位置之後 往右上角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沒有一個東西 這個 右上角這個 我們按一下給大家看看 看看 按一下 老師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 一個影片 投影片變成兩段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要在這兩個中間補東西 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啊 對齁 這裡要先講這個 才能夠講那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其實傳統的剪接影片 都是在下面 因為那是標準的 像影片剪接 可是 因為大家都習慣在左手邊嘛 PowerPoint 大家都比較習慣在左手邊 所以如果用PowerPoint的方式 來做影片剪接 其實也還不錯吧 就接受度應該還算蠻高的 所以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我哪邊要補的 我就這樣把它補進去就好 萬一我這邊要補錄聲音 或者是補錄聲音的話 怎麼辦 我們剛剛是有錄過 你可以這樣子喔 比如說在這裡對不對 這裡 我要補錄一段 你也可以把這裡切斷喔 你看我只點到這個時間 我現在是不是只點到聲音而已 我就只針對聲音來做動作而已 影片就不受影響 如果我沒有點到任何一個 這樣是不是沒有點到任何一個 代表我要編輯的是整個 就是包括時間跟那個影片跟聲音都一起 那我現在先針對聲音 你看我要點到聲音 好 我需要這裡稍微分開一下 我們剛剛用的分割換的面是這個 可是如果我只是在同一個同一面 把影片或聲音分開來 你可以按這裡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會不小心講錯了 那一段是不是要刪掉 我就可以把這個按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已經切開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講錯的 或是我漏講的 我就補進去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佈錄會用這種 我不曉得每次都重來 每次都重來還是要花時間啦 所以我只要把那個不OK的 不完美的地方 就那一段把它補正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在這邊 你看我就錄聲音 好點到這邊 補錄一個聲音 有沒有它是獨立的一段 對不對 那這樣子最後播放的時候 就把你的就全部合在一起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有感覺的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做所謂的 摩克斯的教材 或者老師你上課用的教材 應該就相對輕鬆很多 甚至你也可以就是用 就是簡報加上什麼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是用DV的 也OK啦 也可以把它叫進來 因為它也會穩定 那一段再拉進來 哪一段再拉進來 那補錄的幫你小段拉進來 喔不用不用 因為它是 它是有塗層的概念 你只要能夠再隔在它們中間就好了 因為它整體播放的時候 還是從這邊一直往這邊播 所以一般我們會把它 像這樣有沒有 我就 你看自己要放在哪邊就可以 因為你自己講的 也可以乾坤大模擬 變成另外一段這樣子 好變成另外一段 好 所以您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就很好玩了 那這個上面可不可以再加一些其他影片進來 也可以喔 如果說我在講這個 我們剛剛的方法是 我獨立一個 然後來怎麼樣 是來錄一個影片 可是如果您希望在簡報 我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我希望有一個影片的畫面在這邊可不可以 請問POWPOWPOW裡面放影片 是不是一個好方法 老師覺得在POWPOW裡面放影片是好方法嗎 好像播放的時候好像都不會太順暢對不對 通常不是很好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它上面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叫注釋 它中文 它英文是叫Anonet 真的中文是蠻多注釋 可是其實就是插入的意思 好插入意思 你可以看到這邊 也沒有很多 包括您可以插入自己的圖片 這個有點像POWPOWPOW 你要插入自己的圖片 插入自己的視訊 甚至插入YouTube 全部都可以進來 那如果假設我要插入一個視訊 我就點一下 比如說找到我們剛剛桌面上的 這裡 有沒有進來了 請問老師有沒有用過子母畫面 沒有用過 至少也有看過對不對 我也可以把我要講解的東西 就放到我的簡報裡面 那它不見得一定要一開始就出現 也可以後面的時候再出現 也就是我先講簡報 然後呢到後面的時候影片再出來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吧 對不對 不一定一定要全部都換 所以我們通過這個方式 應該老師在處理就是您的錄影的教學 應該就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呈現